各位媒體的朋友 我和郭貝凡議員 就住今天剛剛通過了張舉能首席法官的任命 有些回應的 今天是正式通過了對張舉能首席大法官的任命 我們當然是支持這個決定 但是也都在今天的立法會的會議上 我們已經向這個任命提出了一些意見 我們希望張舉能作為未來的首席大法官 希望他帶領司法機構有些問題必須要處理 包括在過去我們見到有一些法官在判刑上面 有些個案判刑過輕 導致不能夠顯露那個阻嚇性 或者變相鼓吹了一些違法行為 我們是要求張舉能大法官去帶領司法機構 去考慮制定一個量刑委員會 這個都是參考英國的一個方式去處理 去避免剛才我說過問題的發生 今天張建宗司長的回應就說 暫時就未考慮會設立這個量刑委員會 我依然是希望未來的時間我們是會繼續敦促政府和司法機構 是怎樣都好是應該要開始著手研究 設立這個量刑委員會 以避免一些判刑給別人坊間的感覺 判刑過輕是不合比例 導致給別人感覺是鼓吹一些違法的抗爭 這方面的工作都需要去進行 另外我們都提出了意見要求 張舉能大法官在接手司法機構之後 我希望他能夠嚴肅地跟進之前的三名匿名法官 是向外媒講述一些扭曲失實的意見 抹黑中央政府等等 這個對我們整個司法機構的聲譽會造成傷害 所以我希望張舉能大法官在接手之後 都要認真嚴肅地處理這個事項 那我就大概是這樣 我交給郭佩帆議員的 是啊 大家好 我剛才也是支持張舉能法官的任命 在我發言的時候 我代市民向張舉能的未來首席大法官 提出了大家的一些關注 包括了量刑 現在似乎沒有準則 市民覺得有些量刑是不公道 不夠阻嚇力的 也有些量刑可能過重 所以就著量刑 正如剛才周浩鼎議員所講 我們建議政府和司法機構 是應該嚴肅去參考其他 英國或者其他國家的 由法律界人士和非法律界人士 組成的量刑委員會 是去令到市民更加 對這個量刑有透明度 和覺得更加有公信力的 就著這個問題 剛才聽到司長說 暫時不考慮 我覺得是失望的 因為這個也是 市民很多的投訴下 一個積極的回應 我希望司法機構和政府 再三考慮 第二點就是 市民覺得 現在他們想投訴法官 就是投訴無門 也都覺得 處理投訴 司法機構主理投訴 有官官相偉的情況 而且似乎不公道 例如好像 就著國官審理一個案件 判刑之後被投訴 然後就不准再審理 反修例有關的案件 這些情況 很多市民都有投訴 所以我剛才也提出 就是應該也參考 英國和其他國家 有監察司法的委員會 也都希望政府會考慮 但是剛才司長 並沒有回應我這個建議 第三個我提出的憂慮 就是現在很多案件 積壓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反修例的案件 現在已經有幾千宗 但是只有千多宗 是審理中的 現在還有很多案件 是積壓 除了反修例的案件之外 司法覆核也有被濫用的情況 也有很多司法覆核的案件 一直被拖著 其中包括一些濫用免犯 聲稱賈難民的 一些司法覆核的案件 現在有幾千宗 根據現在司法機構的人士的安排 其實要幾年才可以處理得完 其實公義是彰顯不到 所以就著反修例的案件 我們一直都要求司法機構 參考英國的做法 成立這個24小時法庭 又或者是特別的法庭 去盡快處理這些案件 否則就會有一個人被捕 很多次仍然都繼續去犯法的行為 另外就著這個濫用免犯犯聲稱的 賈難民的司法覆核的案件 其實也都應該要認真去嚴肅去處理 看看怎樣可以盡快去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有這麼多的濫用免犯犯聲稱 涉嫌濫用免犯聲稱的人士提供 提出這個司法覆核 其實對香港的治安和財政 都構成非常大的負擔 在這一方面 我覺得司法機構 不可以採取桌料政策 不去處理的 就著上述我提出的三點 其實剛才司長都沒有正面的回應 所以我希望司長和未來首席法官張舉能 希望都聽到我們的意見 認真去研究 怎樣去回應我剛才提出的三個建議 我只是補充一點 當我們提到要求司法機構設立24小時的特別法庭 去處理這些黑暴的案件的時候 其實攬炒派的議員過去都表達不贊成這樣做 或者甚至就算做 他又反對我們家人手 法庭家人手去處理 我只是看到這樣 只是揭露了他們 是不斷地想縱容那些黑色暴力的 所以我們都是希望 繼續要求司法機構 能夠認真地處理那些黑暴的案件 包括家人手 和延長那個審訊時間 好的 無敬事 那我問我問一下 你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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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SORRY 我先替他 你問一下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我問一下 我問一下 既然是勾結外國勢力 其實香港沒有勾結這個方式 你這個問題 就是你本身就知道 你別提到 而勾結一下什麼 還有會不會覺得 現在這個風格是 有問題才打擊我們 想跟國家的手機機 打擊香港的問題 還有其實這個條文 到現在因為 香港做的一項 可以供應條件的內 你覺得有沒有需要 就是被大家公開 被大家公開 你不需要不害怕公開 被大家公開 我回答了 好嗎 就住《國安法》那裡 我想第一 現在我們還有很多的細節 我們都未知道 也都好像剛才提到 所謂的一個字眼上面的改動 我都很難說單單憑著一個字眼上的動動 但是我又沒有其他的資料去做一個很詳盡的評論 不過我自己就認為 《國安法》的制定 也都我相信是中央政府 是堅決要維護我們的國家安全 也都有一個原則 我相信就是這個維護國家安全 打擊那些恐怖主義 黑暴等等 防止分裂國家 我相信這個《國安法》針對的 都是很少數會去做這些 這樣分裂國家的行為的人士而已 而大部分的香港市民 我相信是無需要有任何的擔心 我也都留意到過去一段時間 始終都是反對派的議員 可能他們會不斷的危言聳聽 去認為香港市民需要去擔心 但是我覺得這種危言聳聽 大家都應該是有一個恰當的判斷 不需要相信他們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原則就是 始終這個《國安法》針對的只是少數 會做這些恐怖主義分裂國家行為的人 那大眾就不需要太過擔心 我也都會等待中央政府稍後 全國人大常委 當他們有進一步的資訊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再作進一步的評論 Yang Ho So I thought about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Sorry about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Do you feel that Beijing's piecemeal approach is making people more worried about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And do you feel that Hong Kong people are being kept in the dark about the details of the bill? Well, I don't think Beijing is taking a piecemeal approach because this is their procedure to legislate for this piece of national security law And I trust that the purpose of doing this the purpose of enacting this piece of national security law is to protect the safety of Hong Kong people against treason, secession or disbehaviour and terrorism And also I trust that this piece of law only targets few individuals who engage in sort of terrorism or secession or treason It's only few individuals who should worry The majority of Hong Kong people need not worry And I'm sure that the opposition came all along they have been carrying out a sort of a scaremongering tactics to spread out the fear to scare off Hong Kong people But I don't think we should worry about that and they are just playing their tactics on doing the scaremongering So that's my answer Thank you